我們就可以加快速度了 為甚麼呢 因為下面這兩個 其實跟上面這兩個做法是很相似的 我們在這個Assist Editor 看看 Contact 其實你都見到一個Prepare for Segway 都是把這個你按哪一粒 三粒哪一粒 就飛過來給下一頁 下一頁就跟剛才那個有點不同 因為剛才那個是做Map 這個是做Web 所以其實簡單一點做 看一看 SelecterRoll還在 因為它預備接收1 2 3給它 所以在這裏 我們這個WebWheel 我們要給它一個Outlet 可以嗎 接收了WebWheel 代表這張圖 Wheel Delo 的時候要做甚麼呢 Wheel Delo 只是做幾件事 首先開個URL 然後跟它說URL要去的位置就是這裏 接著開個Request 用這條URL做個Request 這個Request是怎樣做的 最後在WebWheel 那裏 就Load這個Request 其實這個WebWheel 就Load了這個網頁 不過你Run的時候 就會發覺有問題的 我Run來看看 我Run的時候 我順便拿少少東西了 因為一會兒都要Copy and Paste一些字 看看它 它應該有些問題的 時間關係 我Copy這一段的Code 行不行 你記住這個位置 Copy它 我稍後會Paste它 看看有甚麼問題 我按Contact 按三頁 三頁都會去剛才那版的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呢 你會發覺它應該會有些問題 是不可以的 混不著的 可以嗎 混不著的 看不著的 為什麼混不著呢 原因就是因為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URL 因為是沒有Security的 即不是HTTPS 在ROS 9之後 如果你不是在InApp 裏面 去一個Security的HTTP 它就會鋪掉你不利 所以在這個情況裏面 我們就要被迫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跟IOS說 我這個APP其實去的那些Web site 真的保護Security HTTP也照去的 我們就要做一些手腳 就是改這個Info Pre-List 這個Info Pre-List 你一按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堆基本的東西 其實就是你的APP的名字 以及一些基本的設定 有甚麼Private 總之就是跟APP有關的Inflow 好 就會在這裡 我們加一個Info 就是我們HTTP 都照Enable給它走 你可以在這裡按加好 然後打字 就可以開到 但因為如果我叫你這樣做 你很容易打錯 那我就用另一種方法 另一種方法 其實都是改一個Info Pre-List 現在是一個List View 可以嗎 Property List View 即是很帥仔 平時你沒有這麼害怕的View 但原來right click 你可以Open as 現在你在看Property List 原來你可以看它的Source Code 即是用Source Code的方式 顯示現在這個List 一按 你就會看到 這個表裡有一大堆 一些XML的東西 XML其實是跟HTML很相似的 就是有一些Tag 包住Information Key是C Bundle String就是這個 那你如果用回 你的Property List看 你也會看到 有一個什麼Bundle 是吧 String又不知是這個 這些其實就是 用不同的View看的 我給你那個 就是因為是Source Code 所以你就要用Source Code 在第43行下少少 第44的最頭 就這樣Place就可以了 你剛剛Place就是這句 就是你Copy Paste過來的 這個叫NS App Transport Security 那我們就容許它 即是HTTP都去啦 當你加了之後 你去回Property List 其實都加了的 這個東西 其實不用加好打字的方法 用Copy and Paste的方法 你搞了之後 理論上再Run的話 其實就會看到網頁的了 那有時候都要等下的 對啦 那麼很慢的 那個Web Site 但是都要Load到啦 那你按每個都是的 都是那麼慢 還有都是Load到的 放心 那Load到之後呢 那很開心啦 不過我也是那句啦 那你這三個鍵 按進去的時候 是應該跳去三版不同的網頁的嘛 那我前面這一頁 那我剛才都教過你啦 就是呢 它有這個Place 它按哪一顆呢 就會飛了過去 告訴你那個Selected Roads 是多少的啦 如果等於1 就是按這個 等於2就是按這個 等於3就是按這個 所以我們就要在Web View 這裡呢 就寫那個Switch啦 而Switch呢 是會改變這條URL的 那所以我首先呢 那然後呢 我開個Switch 那你見到它的Switch 這件在這裡之後呢 你選它 然後按Enter 它就整個抽打出來的啦 我要Switch這個Selected Roads 看看它究竟是1,2還是3 那你就選Selected Roads 那這個Case 如果是1的時候 就要去一個地方啦 是不是 2的時候呢 就要去另一個地方啦 最後 就會去第三個地方 對不對 1,2 其實因為它不是1,2 就一定是3 所以我們要放在Default那裡 那你得了之後呢 那你只需要呢 那你只需要呢 開回 我關了 開回 這裡 給它這三條link 就完成了 了 Copy這個啦 Pase它 Copy這個啦 Copy這個啦 Pase它 Copy這個 Copy這個 當然啦 如果你的網址全部是https的話呢 剛才的Info Pre-list那裡就不用做了 那再Run來看看啦 這個做法呢 是跟上面一樣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解了 去到這個Contact這邊啦 按這個Hong Kong Tourist 那應該就不會去到Ivy裡瑞里的網站了 好慢啊 是我家裡的網站 我的Internet是好慢的 應該是 啦 錄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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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啦 MDR啦 你頂不上的話呢 你可以飛的啦 這裡我沒有東西再說的啦 但我也要按三條保證呢 其實三條這樣做呢 是Work的 對啦 搞定啦 那啦 我們呢 大部分的東西呢 就應該都做完了啦 那如果還有些東西做的話呢 當然我一會會做啦 那 但是 對了 還有 這兩顆Button還沒做嘛 那我們留待一會兒那條片才做